我在这里郑重的宣布 基于健全民主政治的理念 基于政党轮替的信念 基于维护和平繁荣当人不让的信念 参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并且旗帜鲜明放眼2020赢回政权 国民党主席站竞争白热化 23号前副主席詹启贤宣布投入选战 开宗民意表示要赢回2020 虽然不像吴敦一记者会有高人气 但有一届代表道场还有重量级人物站台 肖万长是第一个公开站台的大佬级人物 担任马力次选举操盘手的前总统府秘书长詹春博 也将出任詹启贤竞选党主席办公室总顾问 是不是代表马团队相助 詹启贤低调的说不是马英九叫他们来的 他跟反驳洪秀柱说早就想选这个说法 这些话听听就好 我参选有我自己的自主性 及我的目的我的目标 詹启贤以能格者自居表明是来承担责任而不是选举造势 被问到是不是有意搅逐2020总统大位 詹启贤也说得明明白白不会排除自己 假如我应该是承担的人我就承担 假如我该是做抬轿的人我就抬轿 不会逃避 党内有声音认为詹启贤参选影响最大是吴敦义 反而票源分散让洪秀柱语庸得利 国民党立员党团则要求五位参选人到党团发表证件 并且接受质询 党主席之争正式抬面化 邮件GV0委续利用评SNG小组台北报道